您好 谢谢收看东方纵横 我是东方 批评中国政府 批评中共是造成美国亚裔遭到歧视 亚裔受到歧视增加的原因吗 这是左派们的理论 他们甚至更进一步 批评中共激发了白人至上主义者的种族歧视 他们开始攻击亚裔 上个月亚特兰他的按摩店发生枪击案 八人死亡 其中六人是亚裔女性 媒体评论员们立刻就下了结论 瞧 把北京视为敌人造成了这个后果 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May Nagy 在华盛顿邮表发表文章说 不要再把中国当敌人 亚裔美国和太平洋岛民机构研究员 Jenny Wang也发表声明说 如果美国政府官员发表了 对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造成恐惧和威胁的言论 美国立刻拿种族主义说式 质疑美国两千万亚裔的忠诚 是不是爱国 记者Peter Ben Nagy更是警告说 如果美国政客真的要想杜绝对亚裔的歧视 他必须停止散布中国政府危险的言论 我不敢苟同 反对暴力斥责种族歧视 跟批评一个独裁暴政 一个漠视天赋人权压制自由的中共政权 不矛盾吧 我相信绝大多数美国人明白这个最基本的道理 中共的官僚资本主义经济模式 对知识产权的强取豪夺 不遵守国际规则 撒谎诚信 对自由社会为主体的国际社会构成了威胁 这不是事实吗 难道不能说不能批评指责吗 中共的目的就是要坐天下 就是要取代美国的国际地位 难道美国就应该拱手相让 为了美国两千万亚裔公民的安全 而拱手相让对吧 我倒是质疑抱这种想法的专家学者教授们的忠诚 这跟中共的说辞一模一样 在阿拉斯加的美中外交对话会议上 中共官员们就指责西方政客学者 媒体和其他反重人士 利用疫情挑动对亚裔的仇恨 传染病本来叫武汉肺炎 这跟过去把传染病叫做 西班牙流感中东肺炎是一个道理 传染病从哪里开始就叫什么名字 在中共的压力下 世卫组织正式把名字改成COVID-19 2019年开始出现的新冠肺炎 前任总统川普坚持称之为中国肺炎 中国病毒 他这也是懊恼疫情摧毁了美国量力的经济 所有跟北京的贸易谈判得到的好处 都不能跟疫情造成的创伤相比 左派们及此抨击川普种族歧视 造成美国人仇视亚裔 今天世界上所有的人知道疫情来自中国 来自武汉 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都知道 因为北京政府的隐瞒 延误了阻止疫情扩大的最好时机 酿成全世界的大祸 一亿三千多万人感染 接近三百万人死亡 多少人失业 多少商家倒闭 全世界都因此痛恨中共 这也是去年一年之内 皮优研究所民意测验 发现发达国家民众 对中国好感一落千丈的最主要原因 过去几十年的大外宣 相当一部分人以为 中共就是中国 中国就是中共 中共更是混淆视听 把反共说成反华 把反党说成反中 在美国是不是就有人 把对中共的仇恨 发泄到华人身上 我相信这是有的 但是冤有头债有主 始作用则是中共 不是把传染病叫做 中国病毒的政客 其实叫中国病毒不正确 叫中共病毒更来的贴切 再者说 美国的亚裔并不是铁板一块 亚裔内部文化相当多元 美国两千万亚裔当中 华人440万 绝大多数在美国定居的华人 都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 或者逃避中共的迫害 因为华人的勤奋和自律 再加上美国社会的自由和提供的机会 大多数在美国都生活得不错 他们对中共谈不上忠诚 我相信在美国爱国的华人多的是 爱中共的华人是极少数 要研究一个社会现象 需要长期理性冷静的观察 对数据进行分析 从个案入手 特别是很爆料 很感情化的个案入手 往往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感情用事往往适于愿违 根据加州大学的研究统计 去年2020年 美国大都市中亚裔受到攻击的案例 跟2019年相比增加了145% 听起来增幅很大 但是所有新增案例加在一起 120 要知道美国人口可是3亿3000万 120个个案就造成了145个百分点的变化 可见基数相当的小 如果看看更长远的数据 就会发现 从1996到2019年 仇视亚裔的犯罪下降了50个百分点 从355个个案下降到179 这是根据联邦调查局提供的数字 得出的结论 可是要知道 在同一个时期内 亚裔人口增长翻了一番还多 所以左派们攻击美国歧视亚裔大幅度增长 特别是白人至上主义者歧视亚裔大幅度增长 没有科学根据 我相信有这样的个案 但不构成社会现象 把个案拿出来渲染 要么太容易激动 要么再搬弄是非 面对美国社会存在对亚裔的犯罪攻击 亚裔社区有不同的反应 一方面有左派的Stop AAPI Hate 停止仇恨亚裔和太平洋岛国组织 这个组织的宗旨就是把亚裔遭受的不幸 归结于白人的种族情势 但另一方面也是近来日益增长的主流想法 那就是反思种族歧视和身份政治化 上星期几个亚裔组织联合起来 他们提出的第一个要求 就是要求拜登政府重新启动对耶鲁大学的调查 耶鲁大学歧视亚裔限制亚裔学生入学 这是新的种族歧视 跟左派倡导的种族歧视不是一回事 作为亚裔 我们不需要左派的种族阶级斗争的说教 我们要的是更实际符合基本常识的政策 反对一切形式的种族歧视 其实今天美国社会对亚裔的歧视 更多的体现在度计 一个接一个的校区取消了重点高中入学考试 因为亚裔学生太多 哈佛大学亚裔学生比例固定在15到18个百分点 跟亚裔在美国人口当中的比例是一样的 但你我都知道 如果不考虑种族背景的话 哈佛亚裔学生的比例远远不止于此 我前不久有一个视频谈到这个话题 有空希望您能看一看 谢谢您收看东方纵横 如果您觉得我讲的有道理 请帮助转发推荐 也请留言 如果您还没有订阅 请点击订阅键 再次感谢您收看东方纵横 我是东方 咱们下次时间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